Hello 各位師兄好 我們今天就想說一下港交所 香港交易所三八八就是一隻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壟斷公司 三八八是全港唯一的交易所 也是中華地區最國際化自由資金流動最好的地方 比起深圳和上海的交易所是有很大的優勢 再加上近來的國際政治關係崩緊 變了很多的中國國企都紛紛去了香港交易所上市 導致香港交易所的每日成交量和可以買賣的股數都上升了不少 另外每一隻上市的中國公司都是巨無霸 當然除了這些也可能吸引了一些外資公司 例如是百威亞泰 會不會有沙特亞美 或者將來會不會有其他的外資公司都來香港上市 因為香港的資本越來越大 所以可以做到融資能力高 這個暫時還未知 不過我也會去看看港交所的最新第一季年報 看看它是什麼狀態 港交所都不特別去介紹 它業務三大 香港聯合交易所做這個股票的 香港期貨交易所做期權期貨的衍生產品 影響反向ETF 還有最後倫敦金屬交易所 這個倫敦金屬交易所 你現在在這裡看 你會發覺它的交易的成交手數和成交壓都是非常小的 但是我自己個人有一個小小的看法 美國在不停印銀子的狀況之下 導致美元貶值其他國家的貨幣上升 例如歐羅、澳幣、日圓都有不錯的升幅 金價不用說 也會導致金銀和鐵石這些金屬都有可能會上升 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下個十年就帶起了金屬交易 這個ETF或者衍生產品 而導致港交所可以從中獲利 是一個亮點來的 不是很清楚 但是它是用工業用的金屬來做交易的 其實都值得期望的 那我們就不說那麼多了 跳入它的年報裡面看 年報收入就升了近兩成 另外它的資本開支是增加了5% 做得不錯 增加兩成的收入 但是它的資本開支只是增加5% 就是賺多了 而使錢也都少了 非常之好的管理能力 李小嘉又是做得不錯的這一方面 另外它期內製利 雖然你看到跌了1乘3 但是裡面有一些 全部是來自它的投資收益的 剩額裡面的虧說 但是這些叫做集體投資計劃公平值 這個公平值就好像房拓裡面的物業公平值那樣 賬面虧損而不涉及真實現金流 對它的股息分派盈利和運作的現金上面的影響是不好 如果撇除了這些公平值的話 其實它第一季比去年19年是上升了33% 哇這個33%是很厲害的 試問現在有哪間公司還可以做到這麼好的勝負 好啦 之後我們就把它的數就拍入去我們那個表裡面看 五年利潤平均增長其實不高的 4.5% 這些全部核心利潤 2019年的利潤增長第一季就33% 負債比率是83% 正常的因為它是保證金結算基金的財務資產和財務負債 裡面是會令到它的負債增加 但是這個負債就是屬於公平值那些東西來的 總資產回報率3.37% 但是這裡要留意一下 總資產回報率是因為現在它的股價告訴你 它的回報率只有3.37% 但是如果以它自己公司的投放成本和收入 其實它的交數是非常之高去到七八成的 市場覆蓋我會說中華地區和少數的國際 始終它是A股化都很厲害的 每股資產值值比很貴 已經是十倍於它的資產的 但是它是一間叫做做服務的公司 不涉及大量的廠房或者機器或者土地或者商舖 所以它的資產是相較低 但是它的股價比起上來 所以令到資產比會很高 其實這件事相反我不是那麼重視 雖然你看上去很多人害怕 派息比率一直都保持在89%至88% 我當作九成 其實都幾似霍托的 他們都有一個很穩定的派息比率 這十幾年 股息率就一哩八百了 因為都升得很厲害 股息增長率今年就是零的 2020年我有期望它的股息增長應該會增加不少 那好啦 那廣交所值不值得買呢 其實剛才看都有很多很吸引的因素 當然我不會想錯過它的上升 但也都擔心它的價格過高 所以我建議都是月供的方法最穩陣 有課的持有沒問題 沒有課的月供的方法 那它有幾個優勢的 例如是它的壟斷 不用說的了 只有它可以做的 我也都不認為香港政府 或者內地會想香港再起多個交易所的 另外它那個非常之高的邊際利潤 是有70%的 你會見到右手邊的營運支出 是相較它的收入是多成十倍的 所以它是一門好好做的生意 我拿一元成本出來 我可以賺十元回去 那沒什麼生意可以做到這樣了 另外它的低成本高增長 剛才說了它成本很低 而增長很高 例如中概股回歸 網易京東大家都很熟 還有一點就是它的金屬交易所 剛才都有提過 金屬交易所是非常之新的 對港交所來說 而金屬金銀銅鐵石 過往的十年是跌到一塌糊塗的 什麼中國鋁業、銅鐵業 它是因為產能過剩 而導致金屬的價值減到很低 但是自從這個無限印銀子 將會越來越嚴重 導致會不會金銀銅鐵石也會升格 而令到這個金屬交易所 可以有更大的市場交易額 而令到港交所的盈利增加 這個是其中一個亮點 但是它也有一些 我們覺得不是那麼好的東西 市盈率46倍 它始終作為一間是 舊經濟的行業 不是科網股 但是它的市盈率已經跟科網股看齊 科網股都45至50倍 它已經46了 另外它的ETF市場是幾弱的 相較美國英國的股票交易所 它們的ETF的交易量是非常之大的 我們最擅長的都是200 最多加多了那些中國AGO的ETF 始終我們的市場 我們的投資者 都不是那麼熱衝在ETF 但ETF好的地方是什麼呢 一美兩匹 基本上就是當你買ETF的時候 它收一輪徵費 到發行ETF的人收到ETF錢 它又會再投放資金市場 一雞兩匹 其實ETF市場應該大肆宣揚 亦都可以提供 而市場亦都有這個需要 但是我不是很看得到 港交所怎樣去宣傳 或者是推介這種產品出去 另外的就是理財通 理財通最主要原因 都是想給中國內地的投資者 有一個資金停泊 來造人民幣的對沖風險 港幣就是掛勾美金 其實買港幣等於買美金 可以幫人民幣避一避險 但是現在的看法 就像是我們香港 會將錢搬去內地 買人民幣來避險美金的變值多些 聽上去其實挺好的 但理財通什麼時候會通到整個中國呢 現在都只是某幾個城市 真是不知道 另外中央政府也都很擔心理財通 會不會導致走資的狀況呢 所以他們會將理財通這件事 很慢很慢地推出 那甚至會不會推出呢 暫時不知道 另外的就是 港交所一般都不會增加交易費 所以它只能是靠這個交易量的 但是得益在中微衝突 是的而且確很多的中資公司回到來過 港交所上市 導致交易量會增加 但始終糖水滾糖魚 中國人炒中國股 香港人炒內地股 是不是真是一個長遠之計呢 最好的當然是吸引多些出名的公司 例如會是澳洲的必和必托 力托 日本可能是Sony 甚至乎是德國 Voxvegas都來香港集資 那相反會是更加樂 我們作為股東更樂意見到的事 但是暫時看現在的形勢的話 就可能做不到這一點 那如果 港交所要對得住它現在的股價呢 它就要好像下面的幅圖那樣 它的交易量呢 是要由88 下面的1.4 去到141.7 那兩個紅色圓圈 這個升幅其實一點都不小的 是不是還可以保持這樣 去上升它的交易量和交易壓呢 我覺得都有一定的難度的 所以你說港交所好不好 壟斷的當然好 但是我覺得估值真是貴 所以有興趣的我寧願月供了 有課的 那堅持住當然好 那師兄很厲害 如果一早已經買了港交所 那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不知道各位師兄又怎麼看呢 我們下期再說 拜拜